战神刘玉栋和妻子恋爱时的去世,他是CBA十年贡献奖得主,他是96年奥运会,和2000年奥运会的棋手,他叫战神,他是刘玉栋,球场上他是传奇,球场外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一个爱他的妻子,他的妻子名叫张红珍,曾经也是一名球员,如今是军区医院的大夫, 两人在08年做客鲁玉有约德时候,也谈到了他们恋爱时候的事,两个人是惊人介绍认识的,当时张红珍对刘玉栋一见钟情,而刘玉栋对张红珍印象也不错,于是两人就交往了,虽然刘玉栋不会甜言蜜语,但他对张红珍很好,出国比赛的时候,看见队友给女朋友买戒指什么的,他也会卖来送给张红珍,还经常带张红珍吃饭, 并且送过鲜花,而张红珍则是亲手为刘玉栋吃了很多毛衣送给他,张红珍笑谈,因为刘玉栋身材高大,每次吃好了毛衣送给刘玉栋的时候,都感觉爆了个毯子一样,而当主持人陆玉问刘玉栋,觉得妻子吃的毛衣好看吗? 穆娜的刘玉栋说道好不好看,保暖就行了,顿时全场爆笑,后来张红珍去医学院上学,刘玉栋去看他,张红珍的同学们听说刘玉栋去了,纷纷去张红珍的宿舍,去看刘玉栋定要合影,结果由于大家拍大合影的时候都想被指,场面弄得混乱, 照片拍出来的时候,刘玉栋只露了半张脸,由于刘玉栋忙于训练比赛,两个人结婚时候并没有举办婚礼,去民政局,领政的那天,刘玉栋还在训练,结婚证的照片刘玉栋也是穿着训练服拍的,虽然没有奢华浪漫的婚礼,可两个人如今依旧恩爱,婚姻平淡而幸福 感谢观看